大家好,欢迎来到vigainvv.com网站 我们正在连续推出像这样免费的素食食谱 在我们的网站上,您可以同时看到多家素食餐厅和他们的一些产品 还有更多的素食餐厅降上线 素食人群开始把他们自己的素食经历发表在vigainvv.com上面 我们希望这些信息既增加了您吃素的信心 又为您提供了足够的方法去吃素 吃素将使您自己受益,使我们周围的环境受益 吃素也会让我们的大地母亲受益 祝您在探索素食世界的过程中乐在其中 我们的身体超过60%是水 为了保证我们每天有足够水分的摄入 喝汤当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暖暖的汤恰恰和我们体温差不多 当植物的营养差不多都煮到了汤里 吃饭的时候喝完热汤是非常享受的 在vigainvv的网站上,您可以观看到挺多的制作全素汤品的食谱视频 您可以在这个食谱的最后观看怎么使用 vigainvv.com中文版的指南 我们现在来煮蚝菇黄豆汤 您也许会感到吃惊 这锅汤所用的食材超级营养 瓶菇也称为蚝菇,营养丰富 瓶菇是抗氧化剂的来源 瓶菇有益于心脏健康 瓶菇可以调节血糖 瓶菇具有支持免疫系统的好处 它们具有潜在的抗肿瘤特性 瓶菇对肠道健康有益 瓶菇有抗炎作用 大豆,也就是黄豆,有许多健康益处 大豆可以降低患心血管疾病,患癌症的风险 改善骨骼健康 大豆提供的是优质蛋白质 它们可以减轻更年期症状 可以降低胆固醇 我们也要注意大豆过敏 蛋白质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是由称为氨基酸的化学积木搭起来的 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基本单元 氨基酸构建和修复我们的肌肉骨骼 并且制造激素和酶 它们也是身体的能量 必须氨基酸是我们的身体本身无法合成的氨基酸 我们必须通过饮食摄取它们 一共有九种必须氨基酸 它们是主氨酸 义量氨酸 量氨酸 赖氨酸 氮氨酸 本饼氨酸 酥氨酸 色氨酸 和斜氨酸 大豆是含全部九种必须氨基酸的三种植物之一 大豆提供的是完整的蛋白质 生姜对健康有益 生姜富含抗氧化剂 这些化合物可以防止心理压力 预防对身体内部DNA造成的损害 它们可以帮助您的身体 预防像高血压 心脏病和肺部疾病等慢性疾病 并促使变老过程健康化 长期服用生姜 能驱除臭气 通达神明之福 让我们开始好吗 这些食材是煮两身豪骨黄豆汤的 我们需要300克豪骨 也有人把它们称为平骨 我从蔬菜水果店 或者亚洲超市购买豪骨 一杯是250毫升 我们需要三分之一杯黄豆 也就是大豆 一般亚洲超市可以买到黄豆 有时候蔬菜水果店也可以买到黄豆 一道两片生姜片 还有两升的清水 配料来说 我们需要四分之一茶匙的烹调油 一茶匙是5毫升 还有两茶匙的盐 用水浸泡黄豆 我一般泡豆过夜 浸泡过的黄豆口感好很多 况且泡豆只是多用了两分钟而已 把蚝骨洗一下 蚝骨很好处理 只要像这样 一边洗一边把它们撕开来就可以了 很快就洗好了 您可以看到浸泡后的黄豆 豆子都瘡开来了 把它们稍微洗一下 生姜切片 一到两片就够了 我们来先处理下蚝骨 炒锅加热 加上油 等油热以后 把蚝骨放进去 翻炒蚝骨 翻炒蚝骨 至少要翻炒一分钟 炒锅关火 我用高压锅来煮这锅汤 把蚝骨放到高压锅的内锅里 把黄豆放进去 放入生姜片 内锅里添上两升的水 现在加盐 两茶匙 好了 把内锅放到高压锅的外锅里 盖上锅盖 关上压力阀门 煮三十分钟 我可以使用普通的汤锅来煮这锅汤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这锅汤要煮一个小时 煮三十分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半小时包好 开关已经自动关闭了 我会让这锅汤先放10分钟 不动它 我会用厚毛巾转动阀门 释放蒸汽 要小心蒸汽很烫的 这锅汤就这样很简单的煮好了 还在放蒸汽的时候 一股香气已经飘了出来 只放了一点盐 就把蚝菇和黄豆的本味带了出来 它们两的本味煮在一起 创造出了鲜 酥 软 温 送到了我的嘴里 以至于汤喝完了 我的嘴里还留有鱼鲜 让我自己在纳闷 难道我往汤里放味精呢 放太多味精呢 事实上 人造味精的鲜味 怎么比得上这两种食材 来组合成的天然鲜味呢 这是有关如何使用 veganvv.com的快速指南 希望这个指南能够帮到您 迅速找到您的需要 veganvv.com把植物分为四类 蔬菜 水果 五谷炸粮 干货 在这四个页面里面 您即使不知道这个植物的名字 您还是可以通过图片找到它们 通过电脑鼠标的移动 或者手机上移动手指 植物的图片会出现 找到您想找的植物以后 点击它的名字 这种植物专门的一页会跳出 每个植物页面都提供 有关这种植物的营养益处 并且列出了所有 食用该植物的食谱 例如到干货 选大豆 点击大豆以后 大豆页面出来了 在大豆页面里 您可以找到大豆的健康益处 您也可以找到 所有使用大豆的食谱 选任何一个您喜欢的食谱 让我们选一个芒果豆奶昔 芒果豆奶昔食谱 您可以看到这个食谱的材料 配料提示其他和制作步骤 您也可以把这个食谱通过脸书 Facebook Facebook 微信 您可以看到这个食谱的照片 这个食谱就会跳出 您也可以直接到膳食 点击下拉菜单里面的早餐就可以了 过度产品列出了树肉 植物制乳制品和植物奶 它们有的是工厂 它们有的是工厂直接生产的 有的是制制食谱 如果您还在对是不是吃树犹豫不决 您可以看看石化吃树页 在这里人们在告诉您 他们吃树以后的亲身经历 VeganVV请求所有人的帮助来缔造树食社会 在首页您可以发给我们您喜欢的树食食谱 分享您个人的树食经历 或者推荐树食餐厅 一些小建议 比如如何加热面包的视频也在主页 为方便起见 VeganVV提供搜索功能 右上角和下面中间都有搜索功能 您可以把您要搜索的内容打字进去 例如植物的名字 然后回车 可以找到所有关于这种植物的信息 输入豆浆 所有豆浆的食谱出来了 输入糖尿病 可以找到所有对糖尿病有益 或者有害的植物的信息 这里有111个有关糖尿病的信息 到目前为止 VeganVV有两种语言版 英文和中文 通过转换右上角的中英文件 您可以把任何页从中文转到英文 或者从英文转到中文 VeganVV还处于发展阶段 超过100个素食食谱 已经完成摄影工作 处于编辑阶段 许多素食餐厅 还在等着 在VeganVV.com上面备列出 我们将近最大的努力 使它们尽快实现 所以请尽可能经常访问 VeganVV.com 感谢您 树食 树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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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 谷物 豆子 坚果 种子 红色 绿色 紫色 白色 黄色 亮色 翠鱼瓜 在滚动着 和自行车一样在滚动着 载着我们驶向太阳 阳光照耀着我们 阳光 在西红柿上跳着舞 成为树食者 我们是太幸运了 吃树 使我们身心更加健康 让我们在家庭中喜乐融融 树食 让我们精力充沛地去做 曾经意犹未尽的事情 当所有的人都吃树的时候 这个世界将会多么美好 大鱼 小鱼 鱼儿们 这些鱼的命 差一点就没了 还好 人们把他们从市场里带出来 爱 爱浅 看着他们 把他们送到了水里 自由地回到了水中 鱼儿们才可以呼吸 江河湖海 才是鱼儿们的归宿 那里有着他们的家 吃树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加入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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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鱼 小鱼 鱼儿们 有一次 在被放回水中以后 这些鱼儿 这些鱼儿游成了圆圈 游成了心形 他们在用他们的方式 说着 谢谢 哦 我们听到了 那是来自他们心里面的谢谢 来自大地母亲的感谢 来自宇宙的感谢 素食在世界各地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商业机会 素食把大批的就业 一个行业接着一个行业的带到了您的身边 不管您是不是吃素了 请帮助我们 帮助全世界 请尽情分享 为世界分享您个人的素食经历 分享您喜爱的素食食谱 分享您喜爱的素食餐厅 还有 如果您愿意的话 帮助把VeganVV翻译成您的母语 让使用您母语的人了解素食 请到VeganVV.com主页去查看详情 让我们一起向前迈进 迈向我们更美好的生活 迈向大地母亲更健康的生活 迈向未来 感谢大家 再见